字幕提供 好啦 那我們要來回來我們的 宅屯真屯咧 欸等一下 有一個流浪商人餒 欸 有一個商人來了 有人入住了 嗨 欸他有史萊姆球欸 那你就先在裡面 反省反省吧 欸不過我們這樣 這個我們要幫他蓋一個那個什麼 命名牌 因為這個商人好像會被刷掉 我們若離太遠的話他會被刷掉 啊這個羊駝一起進去好了 呵呵 等一下羊駝有點大隻進不去 進不去 不然我放在這邊 好這樣他應該跑不掉了啦 這邊擋住好了 我們好像 除非他死掉 不然他那個手上的酸神好像不會掉 所以他羊駝會一直牽著 沒辦法 這一個擋不住 這樣應該不會跑掉吧 應該也跑不掉 因為羊駝都卡在那邊齁 呵呵呵 突然綁架到一個商人了 綁架商人囉 這個要幫他命名一下 欸我之前是不是有一個命名牌 欸我有命名牌嗎 欸沒有 啊命名牌是在決心生存那邊的 好啦那我先把這個 這個職業先刷一下好了 職業要換一下 來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好用的職業給他 修補欸 欸修補欸 欸修補 說到修補上次是不是有換一個修補 欸 是不是這邊的 這邊我有換過了 欸有欸我這邊有換過了修補 修補修補 欸可是他的修補怎麼 比較便宜 來把它保留起來 嗯哼 那我就先來發展他好了 先幫他升級一下 這個升級好貴喔 不好升欸這個 嘿 哇沒錢了 這要把它提升上去有點難 好所以還得先賺錢 然後我又不能離開太遠 那為了賺錢我們先去砍樹吧 目前最方便的賺錢法 砍樹 我們這邊應該都鋪好了啦 只是有些那個地毯還沒補 好把中間這條路把它先連起來好了 這裡是豪宅第二期 鬼鬼建設 豪宅第二期 租金零元 免費入住 而且強迫入住 歡迎大家 我們今天目標呢是來做這個自經區 自經區 這個自動經區發展區 所以我們要做一點自動化的東西喔 但是砍樹沒辦法自動化欸 欸我的木頭也滿了 好 先去換一換 這邊這樣砍一砍有三四組的木材 先去換吧 欸變貴了欸 欸 怎麼直接就變貴了 換一個 欸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很可愛的一個 功能 就是如果鐵巨人啊 在獻花的時候 然後旁邊如果有小村民的話 那個小村民會偷偷跑到鐵巨人旁邊 把他手上的那朵花把它偷走 超 超屁孩的 好這也就是 那個小村民為什麼在 那個玩家獲得英雄效果之後呢 他會送你這個櫻樹花 因為他都是從鐵巨人那邊偷走的 他不是栽的喔 他是自己去偷走的 超好 超壞 好那你補貨了嗎 還沒 欸這個怎麼 書櫃漲價了為什麼 可惡 OK趕快讓他升級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練 這一次可以 這可以回收一下 喔強力武欸 哇 欸強力武欸 這個我來換一本好了 哪一點來換啊啊我正要 我正要拿書 可惡的貓咪又跳上來了 我正要拿書啊 這貓咪真的很會抓實機耶 我覺得我們這個村民都是前期很難升級 但是後期很好升 後期他的經驗值都好多喔 欸已經可以 喔命名牌好貴 已經可以換到命名牌了 命名牌 怎麼這麼貴啊 一個人住為什麼要這麼多房間喔 因為你 不可能買一個很小的 房間啊一個人住就 你要小小的房間那就不用買啦 你就用租的嘛 那未來啊未來啊會有 也許可能會 嗎 這也不好說 如果一直都一個人怎麼辦 那我們就可以 我就可以蓋一個游泳池 欸 我又可以在家裡建一個游泳池啊 在家裡有游泳池很酷欸 超級的 好 然後當然要特殊裝潢啊 那個要做一個防水材料啊 這樣我們就可以蓋出游泳池了 一個人睡三個房間 真的很爽 其實我比較想睡 就是有一間比較暗的 因為我睡覺希望沒有光 但是主臥室很亮 就是主臥室的那個透光很好 不然就是要睡棺材 就是睡那種有蓋子的床 我覺得棺材應該很好睡耶 就是棺材其實就是一個太空艙有沒有 欸 欸 商人怎麼不見了 欸 話說那個商人 咧 欸欸欸 在我們 談天說地的途中 流浪商人居然逃走了 我的 我的史萊姆 來不及換 可惡 那 哎呀總之我 啊我現在沒有命名牌 沒有人可以給我命名了 還是命名貓咪 貓咪 貓咪 貓咪命名大會 奧米加拋笑獸 只要把貓咪 這麼可能貓咪叫這個名字嗎 你的貓咪 老虎 幽靈貓 棺材版 棺材版 棺材版是名字嗎 鬼貓 沒有什麼適合的名字 煞切耶貓咪 好長喔 名字這麼長很難叫耶 很難叫他耶 毛咪 紅色斧頭貓 他沒有紅色斧頭啊 我們要取一個 就是符合他的這個形象 符合他的形象啊 奧咪 是傲嬌嗎 咪咕醬 波奇 波奇好像狗狗 狗狗 幽咪 內褲 內褲 他很像內褲嗎 內褲 白色斧頭貓 不是 不是看他顏色 就叫他什麼斧頭啊 他沒有斧頭啊 命名真難耶 命名太難了 叫他 叫他 牛牛 叫他 貓咪 鬼咪巴兵衛 有點煞氣 然後還蠻可愛 胖 胖胖 桃子 貓貓 咪咪 懶貓 他很懶嗎 你看喔 他也 看著這個貓咪然後 把它取一個適合的名字 吃個蘋果 到底要叫什麼呢 提拉咪梳 欸我喜歡 提拉咪梳好像有點適合 他的顏色其實跟提拉咪梳 應該還蠻類似的吧 提拉咪梳 這樣子 變吃的 提拉咪梳 顏色蠻適合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提拉咪梳 咪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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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梳怎麼聽起來有點耶耶梳的感覺 咪梳 咪梳 你就是提拉咪梳了 咪梳咪梳 咪梳 咪梳來 呵呵呵 真可愛 那 話說 我們是要蓋個置金區了 我們置金區都沒有變動耶 我們應該先蓋哪一個 嗯 嗯 我先把那個 流水的那邊改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是要做那個啦 柵欄門 這邊如果我們用地板門的話呢 咪 地板門的話放 這 放這邊就可以了 放這邊 咦 挖太多了 好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這樣呢 水不會流過來 但是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欸水就會流出去 這樣我們應該可以做成一個平滑的水流 我們就可以倒很多水了 好 這個是 新的水流的方式 然後要打開的話 一樣用紅石一起開 然後擺紅石 你看紅石我只要點上面 有有有 我點上面 它放的其實是下面 嗯 然後就可以 開 開 喔有有有有有 有開有開 啊有有有有 有有 完美的水流 我們的水流可以 哇 太棒了 就是這樣啊 這樣我們的田可以弄長一點了 這樣我們可以種比較多一點的田 嗯 甘蔗的話 這樣我們材料還要再多一點 對我們現在是要把甘蔗區把它 至今 至今區化 這個自動化 放 就 這裡放一排好了 這樣可能要往後推一下 揮 看到 推 好 我們要放根線來測試一下 這樣會推 但是這個如果我排一排的話 好像就不會推了 偵察方塊放上方 喔 調整看看 這樣好像 比較可以喔 這樣應該比較好 好後面用個石頭 這邊來用個 什麼石頭呢 我閃閃眼好多喔 然後拿去切割一下 欸 欸怎麼有跑 欸有人跑到旁邊生小孩去了耶 哇 你怎麼跑到這邊生小孩了 跑到我們的 至今區 喔 跑進去咧 啊 這邊的箱子啦 這個箱子讓它跑進去了 啊 它 啊 跑進來了 呵呵 它跑進去了 你們是要同居嗎 你剛剛才跟它生小孩 然後你就跑到 其他人這邊同居了 花心的傢伙 好 長高 長到三格 然後就會推 所以我們就 一個偵測喔 偵測一個就好 比較省材料 我們現在這個材料沒那麼多 好 1 3 4 5 6 7 8 然後後面呢 放這個拋光的 5 3 4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嘿 嘿 喔 全部一起推 嘿 好像還不錯 OKOK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啦 然後會送來這邊 然後先把它種起來 這邊應該就可以永續自動化了 好 就這樣子 那 用玻璃把它擋一下 高度大概就會到 三格高 好 玻璃沒了耶 玻璃沒的話 用買的 欸 欸 有一隻新貓咪耶 有一隻橘貓 10個橘貓 9個胖 有一隻橘貓在裡面 趕快來餵牠 這個樣子我餵得到牠嗎 喔喔 好會跳 我可以強制餵牠 喔喔 它跳出來了 喔喔喔喔喔喔 喔 貓咪一個爆衝耶 我要 有新貓了 大家趕快幫牠取名字了 珍珠奶喜 呃 珍珠奶喵 珍珠奶貓 呵 那不是變奶貓了嗎 太陽喵 珍珠奶貓 啊 那隻灰色的 欸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對對對對對 喂喂喂 有了有了有了 成功 抓到了橘貓 這大概一隻橘貓了 啊 剛剛那個灰貓我們 欸 有一隻 欸 在這裡 喔 這是 喔 這是天啊咪書 呵呵 那另外一隻灰貓呢 啊 在這裡 來了 啊 不想動了一下 貓咪來 貓咪那邊有洞洞 很危險 快快來 啊 牠是不是掉下去了 啊 在下面咧 欸欸 欸 來來來 對對對 來 乖乖乖 有有有有有 有 一個成功 一次又馴服了耶 欸 牠的眼睛是黃色的耶 黃色的 我們先帶回家 然後再來 好好命名一下 再看著牠的臉 然後來看一下 應該取什麼名字比較好 先睡個覺再來 喵 誰會來 躺我腳上呢 沒有 欸 有橘貓 喔 橘貓馬上衝過來了 橘貓來躺我腳上了 我們先去換個錢 橘貓的話 起死 起死系列嗎 起死貓 然後命名牌 買個兩個 好 來 貓咪 貓力貓之馬 七瘋蛋貓 有叫什麼名字呢 橘色的 起死耶 蜂咪檸檬 有牠橘色的耶 橘色跟蜂咪檸檬不太像 鳳梨喵球好像還不錯 喵球 好好想吃喔 鳳梨喵球 呵呵 那 那我們應該叫牠什麼 喵球來 鳳梨來 還是球球來 鳳梨喵球 你就是鳳梨喵球了 想吃 那再來是 剛剛的灰貓跑去哪 灰貓跑 在田裡面 把牠拉過來 灰貓跑去哪了 沒有來耶 沒有人理我 三隻貓 沒有人理我 我都跑這麼遠了 灰色的 什麼比較適合 有灰色的食物嗎 銀喵卷 銀絲卷的顏色也蠻像的耶 銀喵卷 也是蠻像 喔又天黑了 黃色的眼睛 剛好 搭配銀絲卷中間的黃色的樣子 好像有點搭 先睡覺好了 那今晚有哪隻貓咪要來寵信呢 沒有 喔又又是咪書 我們這樣每天晚上都可以 期待有哪隻貓咪後來寵信 欸有兔子腳耶 欸好多唷 欸養 越多貓咪送的東西越多耶 養貓咪發大財耶 叫什麼呢 呃 銀絲卷 銀絲喵 銀喵卷 銀絲 銀絲貓 銀絲貓 銀絲貓好像一個貓的品種 銀絲喵 這樣子好了銀絲喵卷 叫他銀絲喵卷 我們 欸我們是不是都四個字啊 喔 灰貓跑去哪邊睡了 會跑到豪宅嗎 啊這邊都有一個村民怎麼辦 啊啊啊 所以我的 我的 灰色的貓咪跑去哪了 欸又多一隻貓咪 等一下 又多一隻黑色的 今天根本抓貓就保啦 來吧 他一直在轉圈欸 什麼意思 啊跑掉了 欸 喔喔咦,哎呦呦呦呦呦呦要來了 喂喂喂,喂 喔喔咦擠就在旁邊 好像在看小山的樣子 它那個,背上為什麼是白白的 背上那個怎麼有兩個方塊白色的是什麼意思 嗷嗷 一個黑貓 然後腳白白 背上那兩塊白白好..突兀喔 我們先回去好了,這樣天黑了 快睡 今天的貓咪是鬼 欸是那個咪梳,又是咪梳 喔旁邊也有藏一隻貓 咪球也在旁邊 養貓養到破產,好像蠻合理的 養貓養到破產 真的餒 我的貓咪,辛苦工作 這次不能再命名錯了 那 先把銀絲喵卷先附好 銀絲喵卷 銀絲喵卷你在這裡啊 銀絲喵卷 那那個黑貓,黑貓 黑貓在這邊 所以黑貓該叫什麼呢 哇,這樣我會更多貓來阻止我開箱子耶 惡魔雞排 天使蛋糕 惡魔,惡魔喵牌,欸不對 惡魔喵牌好像怪怪 炭烤喵刺 剛好有翅膀,然後它又是黑色的 炭烤喵刺嗎 好像有點貼切 呵呵 那就這個囉 炭烤喵 炭烤喵刺 好啦,就喵刺吧 炭烤喵刺,來吧 OK 就讓你 成為我們的 炭烤 炭烤喵刺 就決定是你了 炭烤喵刺 提拉咪蘇 鳳梨喵球 還有一個是 這個是 銀絲喵卷 名字好難記喔 要記好他們 全部,全部貓的名字 今天是哪隻喵來寵信我們呢 沒有 有了 是我們的 銀絲喵卷 送了一個兔子皮 好,放個半磚就安全了 保護我們的箱子 阿,這村民 村民你也站在上面 村民你們也 也懂貓阿 你整個擋住我沒辦法放 阿,他們回來做了 好,會中阿 欸,可以放了 可以放了 OK,保護住我們的 箱子了 這樣他們應該就不能 坐在箱子上了 安全 安全安全 村民可以砍 貓咪不能砍 這個是不是有要打我的 他不理我又來了 來來來 拉耶 這邊的村民都 歐扛啊 手怎麼那麼長 全部都擠在一起 全部疊在一起 我,我有已經有一本了嗎 我有強力,喔有誒 那我換個弓箭可能安全一點 換個強力弓 這把弓箭呢 叫做 連弓箭命名都要煩惱一下 每個命名都好煩惱喔 美麗聖結弓 好耶,就這樣喔 這是我們的 超強力的 美麗聖結弓箭 欸 欸,打不開 不是吧,你隔著 隔著半磚你還可以擋住我的箱子 你太胖了吧 所以你無法廢обр 你們自己也請看 啦,怎麼那麼容易 你不見過 你不見過 有啊 我 encourage大家 啊 我來歸了